目前中台哈隆 持續的向西北来进行当中 可以看到哈隆持续进行当中 而另外注意的是 又有一个热带性低气压行程 不过好消息哦 目前好感觉好感觉 这个台风中度台风 跟这个热带性低气压 短时间内对我们台湾 都不会有这个影响的 不过由于受到一些外围环流 这个的雨势的这个云系过来 情况之下呢 其实在台湾的西半部 会有下雨的状况 也提醒您出门 记得有些地方要带雨伞 行车要注意安全 另外还有一个重点 就是强风特报 目前气象局 已经发布了强风特报 由于东北风明显的偏强 所以包括了台南一北 还有东半部地区 包含了绿岛以及蓝宇 以及恒城半岛 澎湖金门马祖 沿海空洪地区 还有临近海域呢 都有九到十级的强震风 提醒大家特别留意了 这风很强 尤其是台湾的沿海 风浪很大 海边活动 提醒大家千万要注意安全 另外呢 一周的天气走势 同步来关心了 今天礼拜二对不对 来看是北部东部 都会有下雨的机会 周末乃部呢 天气千万稳定 由于东北风的影响之下 天气呢比较凉 另外来看的是礼拜三 全台湾天气呢 都稍微稳定一些些 东北风减弱了 气温开始回升 不过呢 到礼拜四到礼拜天 周末来看是东北风又增强了 所以呢天气又会占凉哦 到时候提醒大家 又要在桌卧餐补外套了 另外呢 温度预报 带你来了解 目前白天 青天的温度状况 北部部分呢 21度到24度之间 降与距离70% 中部地区 22度到29度之间 降与距离10% 高温上海29度 南部地区 23度到29度之间 降与距离50% 好 还要来关心的是 东南部地区 东北部地区 21度到23度之间 降与距离70% 东部地区 22度到25度之间 降与距离50% 礼岛部分 还要继续来关心咯 好 马祖 今天的天气呢 是的 包括太阳是蛮大的哦 这个19度到22度之间 青门20度到26度之间 天气也是稳定的 澎湖地区 22度到26度之间 降与距离30% 最后透过小金鼎 带你来了解 今天的天气重点了 凭风面 云很多 偶尔会飘雨 尤其是西半部地区 特别提起 西半部地区的观众朋友 出门记得要赛散出门 雨去行车 注意安全 另外呢 南部的云是比较多的 所以呢 这个零星的降雨 在南部部分呢 也要特别地留意 还要注意的就是 早晚都比较凉 天气呢凉嗖嗖 日夜温差非常地大 尤其是沿海的风 仍然很大 已经有强风特报 提醒大家 早出晚归 南来北往 都要多穿外套 而且同时要记得戴散 因为呢 有很多地方 也是会有下雨的状况 雨区行车要注意安全 好 强风特报 也要特别提醒大家 由于呢 这个沿海的部分 都是有强风的状况 尤其如果您要出海 或者是呢 在海边活动的话 千万要注意自身的安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